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加在一起不少一万人 更为可观的是 巴黎旅游局还预计 此次巴黎奥运会跟残务会 总计会有1340万张门票 吸引超过1530万名游客 其中大概180万 得是外国游客 这么多人到法国来 肯定会有引发所谓的奥运效应 短期内将刺激法国经济增长 法国国家统计跟 经济研究所日前就发布了报告预测 说巴黎奥运会将短期次第法国经济 为法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长 贡献了0.3个百分点 要提到2023年 法国的经济增长率只有0.7% 这0.3个百分点多是可是不小 根据国际货币基因组织 7月份发布的最新的预测 法国2024年2025年 经济增长率将分别达到 0.9%和1.3% 由此来看奥运会对于法国经济增长来的效果 举办奥运会肯定会建设很多的场馆 完善一些基础设施 还要提供很多的经济港会 同时带来旅游界的高速增长 对于经济显然有一定的拉动作用 不过奥运的成本也很高 短期投入很大 能否带来经济的长期好处 依然有待观察